没有办法驾驭,巨龙看不见方向,哈利知道如果他在半空中翻身或急转弯的话,他们就不可能继续抱着他的宽阔的后背了。 然而,当他们越升越高,伦敦像一张灰绿相间的地图展现在下方时,哈利心中长满了绝处逢生后的感激。 他浮在巨龙的颈部,紧紧抓着金属般的龙丁,凉爽的清风抚育住他烫起水泡的皮肤,龙的翅膀像风车的叶片拍打着空气,在他背后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恐惧,荣恩不停地高声诅咒,妙力则似乎在抽气,过了大约五分钟,哈利不再那么担心巨龙会把他们扔下去了。 他似乎一心只想远离地牢,但怎样下去以及什么时候才能下去的问题仍然十分可怕,他不知道巨龙能持续飞行多久,也不知道这条半瞎的巨龙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地方诸禄。 他不停地扫尸四周,隐约感觉到伤疤在刺痛,佛德摩要过多久才知道他们闯入了雷斯壮家的金库,古灵格的妖精多快会通知贝拉特里格斯,他们多快会发现被拿走了什么, 然后当他们发现金碑不见了时呢,佛德摩最终会知道他们在搜寻分灵体,巨龙似乎渴求更凉爽,更清新的空气,他不断向上升,直到飞行在一丝丝寒冷的青云间,哈利再也看不清进出首都的汽车变成的彩色小点,他们不停地飞啊飞,飞过一片片绿色和棕色交织的乡间,地面上蜿蜒的公路与河流宛如一条条暗淡或光滑的丝带。 你猜他在找什么?荣恩大喊道,他们正在往北飞得越来越远,不知道,哈利叫道,手动的都麻木了,但是他还是紧抓着龙鳞不敢动一下,他已经担心了有一段时间,如果看到海岸线在下面飘移。 如果巨龙朝着远海飞去,他们该怎么办?他浑身寒冷发木,更不用说极度饥渴,他不知道这巨龙上一次吃东西是在什么时候,他肯定要不多久就会需要食物了吧。 如果到时候他意识到背上有三个相当可口的活人,又该怎么办?太阳又滑下去一些,天空变成了电蓝色。 巨龙仍在飞行,他巨大的影子像一大块乌云掠过地面,城市和急阵在他们下方远去。 由于一直死命抓着龙背,哈利感到浑身疼痛,是我的错觉吗? 在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荣恩喊道,还是我们真的在下降。 哈利低头看到了深绿色的山脉和湖泊,在夕阳下泛住紫铜的光泽,他迷眼顺住巨龙的侧面向下看去,地面的景物似乎在变大,并且显出了更多的细节。 他怀疑巨龙是由于太阳的反光而感到了湖水的存在,巨龙飞得越来越低,绕着大圈盘旋下降,似乎对准的是一个较小的湖泊。 听着,等他再飞得低些我们就跳,哈利招呼两个同伴,在他感觉到我们之前,直接跳进水里,他们同意了,妙丽答应的声音有点虚弱。 现在哈利能看到巨龙宽阔的黄肚皮在水泊中晃动,跳,他从巨龙的侧面滑了下去,脚朝下垂直地向竹壶面坠落。 落水的过程比他想象的猛烈,他重重地击中水面,像一块石头落进了一个冰冷的满是芦苇的绿色世界。 他蹬腿游向湖面,浮了上来,喘着粗气,看到大圈的连衣从容恩和妙丽落水的地方扩散开来。 巨龙似乎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他已经在五十英尺外,正俯冲到湖面上用伤疤雷雷的口碧饮水,容恩和妙丽从湖水深处浮了上来,吐着水,大口吸气。 巨龙接着飞行,猛烈地拍打着翅膀,最后停在了远处的湖岸上。 哈利,容恩和妙丽使劲游向他的对岸,湖水似乎并不深,很快就由游泳变成了在芦苇和芋泥中奋力前行。 最后他们喘着粗气跌坐在滑溜溜的草地上,浑身透湿,精疲力竭,妙丽瘫倒了,咳嗽住,浑身发抖。 哈利尽管巴不得幸福地躺下睡一会儿,但还是挣扎住站起来,抽出魔杖,开始在他们周围施不常用的防护中。 完成之后,他回到两个同伴身边,这是逃出金库后他第一次戏看他脸。 容恩和妙丽的脸上和手臂上到处都是红肿的烫伤,衣服多处被烧焦了,他们正在往数不清的伤处抹着白鲜香精,痛得直住眉头。 妙丽把药瓶递给哈利,又掏出他从贝壳屋带来的三瓶南瓜汁和浅径的袍子,三人换了衣服,开始大口喝着南瓜汁。 我说好的一面是,容恩最后说道,他坐在那里看住手上的皮肤重新长出来,我们拿到了分灵体,坏的一面是。 丢了宝剑,哈利咬着牙说,一边透过牛仔裤上烧焦的破洞往红肿的躺伤处低白鲜香精。 丢了宝剑,容恩重复道,那个骗人的小无赖,哈利从他刚脱下的室外衣口袋里掏出那个分灵体,放在面前的草地上。 他在阳光下喳喳发亮,正在痛饮南瓜汁的容恩和妙丽被吸引住了,至少这回不能带着他了,把他挂在脖子上会显得有点怪异。 容恩说,一边用手背擦了擦嘴,妙丽看了一眼和对岸,巨龙还在那里饮水,你们说他会怎么样呢?他问道,他会有事吗? 你说起话来,向海格,容恩说,他是一条火龙,妙丽,他能够照料自己的,需要担心的是我们,什么意思? 啊,我不知道怎么委婉地告诉你,容恩说,我想那些家伙可能已经发现我们闯进了古灵格,三个人都笑了起来,而且笑得一发不可收拾。 哈利饿得有点头昏眼花,肋骨疼痛,但是他躺在草地上和泛红的天空下一直笑到喉咙发疼。 那么,我们该干什么呢?妙丽最后说,打着个严肃起来,他会知道,不是吗? 那个人会知道我们了解他的分灵体,也许他们会吓得不敢告诉他,容恩心存侥幸地说道,也许他们会掩盖天空,湖水的气味和容恩的说话声突然消失了,疼痛像剑一般刺进哈利的脑袋。 他正站在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巫师们面向他围成半圆,他脚边的地板上跪住一个颤抖的矮小身影,你说什么? 他的声音高亢而冷酷,但是愤怒和恐惧在内心灼烧。 他畏惧地唯一一件事,但那不可能是真的,他搞不懂怎么会,那个妖精在发抖,不敢正视高高在上的那双红眼睛。 再说一遍,佛德摩都愣道,再说一遍,主主人那妖精结结巴巴地说道, 黑眼睛睁得圆圆的,充满了恐惧。 主主人,我们是试图阻阻止他们,冒冒冥顶替者,主人, 闯闯进了雷斯壮家的金金库,冒冥顶替者, 什么冒冥顶替者,我以为古灵格有办法识别冒冥顶替者,不是吗? 他们是谁?是,是,南南还波波特和凉亮的同伙,那么他们拿东西了, 他说声音越来越高,一种可怕的预感绝住了他,告诉我,他们拿走了什么? 一个,一个小金小金杯,主主人,愤怒与不相信的尖叫声离开了他, 好像陌生人的一样,他发狂了,激怒了,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可能,没有人知道,那个男孩怎么可能发现他的秘密? 结谷木魔杖猛地从空中劈下,绿光喷射而出, 贵住的妖精滚到地上,死了,观看的巫师们吓得四散而逃, 贝拉特里克斯和鲁修斯,马分判命冲向门口,把别人都甩在后面, 他的魔杖一次一次的劈下,没跑掉的都被杀死了,一个没留, 因为他们给他带来了这个消息,因为听说了金杯独自站在死室中间, 他暴跳如雷,一切一一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的珍宝,他的护卫, 他长生不死的希望日记已经被毁,金杯又被偷走, 假如,假如,那个男孩还知道别的,他会知道吗? 他已经动手了吗?他找到了更多吗? 邓不利多是这一切的根源吗?邓不利多,那老家伙总是怀疑他, 邓不利多,那老家伙已经按他的指令被杀死了, 连魔杖都是他的了,然而那老家伙却在可比的阴间, 通过那个男孩来报复,那个男孩但是, 如果那男孩销毁了他的某个分灵体, 他,黑魔王佛的魔,肯定会知道,肯定会感觉到吧? 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巫师,他是最强大的, 他杀死了邓不利多和其他许多无名鼠辈, 如果他的自己,最重要的和最珍贵的自己受到攻击, 损伤,他黑魔王佛的魔怎么可能不知道? 是的,日记被毁时他没有感觉到, 但他一直认为那是由于他当时连幽灵都不如, 没有身体来感觉,不,另外几个肯定是安全的, 其余的分灵体肯定是完好无损的, 但是他知道他必须确定, 他在屋里躲着步,把妖精的尸体踢到一边, 他沸腾的脑海里是一幅幅稍爪而模糊的画面, 胡,小屋,霍格华兹, 他暴怒的头脑稍稍冷静了一些, 那个男孩怎么可能知道他把戒指藏在钢特小屋? 从没有人知道他和钢特家是亲戚, 他一直隐瞒着这层关系, 对谋杀案的追查从没有线索指向他, 戒指肯定是安全的, 那个男孩或不管是谁, 又怎么可能知道那个山洞或穿透他的防护呢? 挂坠河被偷的想法很荒谬, 至于学校, 他在霍格华兹隐藏分灵体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探测到了霍格华兹最深的秘密, 还有那吉尼, 他现在必须留在身边, 时刻处在他的保护之下, 不再被派去执行命令, 但为了万无一失, 完全万无一失, 他必须返回到每一个隐藏地点, 他必须加固每一个分灵体的防护措施, 这个任务像搜寻解古墓魔障一样, 必须由他独自完成, 他应该先去看哪一个, 哪一个最有危险, 一种熟悉的不安在他心头闪现, 邓布利多知道他的中间名字, 邓布利多也许把他霍刚特加联系在一起了, 也许废弃的刚特老宅是最不安全的隐藏地点, 他第一个要去的就是那里, 呼, 肯定不可能, 尽管邓布利多也许有一点点可能会通过孤儿院知道他过去的一些劣迹, 还有霍格华兹, 但是他知道分灵体在那里是安全的, 波特进入黄米村都不可能不被察觉, 更不用说学校了, 不过最好还是警告一下时内部, 说那男孩会设法潜入城堡, 当然, 告诉时内部那男孩为什么会回去是犯傻, 信任贝拉特里格斯和马芬就是重大的失误, 他们的愚蠢和大意不是证明了相信别人是多么不明智吗, 那么他要先去钢特小屋, 把那吉尼带在身边, 他不能再喝舌分开了, 他大步跨出房间, 走出门厅, 进入了喷泉声中黑暗的花园, 他用爬说嘴呼叫大蛇带游了出来, 像长长的影子贴向他身边, 哈利突然睁开眼睛, 把自己猛拉回当前的现实中, 他躺在夕阳下的湖岸上, 荣恩和庙里在低头看住他, 从他们焦急的表情和伤疤连续的剧痛判断, 他们已经注意到他刚才突然闯入了佛地魔的思想, 哈利颤立柱挣扎起来, 发现身上仍然透湿, 略微有些惊讶, 小金碑看似毫无危险地放在他面前的草丛里, 深蓝色的湖面在落日的余晖中金光眨眨, 他知道了, 在佛地魔的高声尖叫后, 他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陌生而低沉, 他知道了, 而且他要检查另外几个在哪里, 最后一个, 他站了起来, 在霍格滑滋, 我猜到了, 我猜到了, 什么, 荣恩冲他张住嘴巴, 庙里跪了起来, 看起来很担心, 你看到什么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到了他发现金碑的事, 握在他的脑海里, 他, 哈利想起了那场杀戮, 他气得要命, 也吓坏了, 他想不通我们怎么会知道的, 现在他要去检查另外几个是否安全, 第一个是戒指, 他认为霍格滑滋的那个是最安全的, 因为室内部在那里, 我们要混进去很难不被发现, 我想他会最后检查那一个, 但是他仍然可能在几小时之内赶到那里, 那你看到在霍格滑滋的什么地方了吗, 荣恩问道, 也爬了起来, 没有, 他在想着要警告室内部, 没有想那东西确切在哪, 等等, 等等, 当荣恩抓起分灵体, 哈利再次掏出隐形斗篷时, 妙丽大喊道, 不能就这样去, 没有一个计划,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哈利坚定的说, 他本来希望睡一觉, 盼着钻进新帐篷, 但现在不可能了, 一旦他发现戒指和挂坠盒都不见了, 你能想象得出他会做什么, 如果他认为霍格滑滋都不够安全, 把分灵体转移了怎么办, 但是我们怎么进去呢, 我们先去火米村, 哈利说看看学校周围的警戒是什么样的, 然后再想办法, 到隐形斗篷下面来, 妙丽, 我希望这次我们不要分开, 但是他恐怕装不下我们, 天快黑了, 没人会注意到我们的脚, 巨大翅膀的拍打声在黑色的湖面上回响住, 火龙已经喝足了水, 飞入空中, 他们暂时停止了准备工作, 看住他越飞越高, 黑色的身影映在迅速暗下来的天空中, 直到消失在不远处的山峰后, 然后妙丽走过来, 站在他俩中间, 哈利把隐形斗篷尽量往下拉了, 他们一同原地旋转, 进入了压迫身心的黑暗中, 这部最新作品是我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旨在让盲人或市场人士也能享受电视和电影的乐趣, 这部作品更是我对提供包容性体验的坚持和热情的体现, 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获得相同信息和娱乐的权利, 因此我投入心血制作这部影片,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使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故事的魅力和情感的共鸣,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 请给予你的支持和鼓励, 每一次观看、订阅, 以及点赞都对我意义重大, 我也诚要你们加入我的社群, 一起交流和提出建议, 你的意见不仅是我改进作品的动力, 也是引领我探索新创作方向的指南针,